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拜登总统今天抵达英国与刚就任的英国国王查理三世进行会面 拜登抵达现场后在国王的陪同下检阅了亲王仪仗队 数百名胜穿制服的士兵以及军乐队欢迎拜登总统的到来 随后两人还与一些气候专家以及企业领导进行了简短的交谈 英国的气候特使约翰克里也在随后赞扬了国王在关键问题上的号召力 而在早些时候拜登还率先与英国首相苏纳克进行会面 其目的是在与北约领导人举行峰会前夕加强美英的特殊盟友关系 两人就乌克兰战争在内的多个问题展开了讨论 承诺加强在经济安全方面的合作 也再次重申美英的关系坚弱磐石 今天早上中国广东省连江市的一家幼儿园发生持刀行凶案 造成六人死亡一人受伤 据悉死者中有三名儿童两名家长和一名老师 嫌疑人吴某今年25岁已遭警方逮捕 连江市多个部门已经启动联合调查 据悉案发时这一所幼儿园正在展开暑假课程 早上7点40分左右当家长陆续送孩子上课时 嫌疑人突然冲到学校内开始迟到挥砍 导致场面一片混乱 警方在20分钟后赶到将其制服 中边的区域已经封锁 由于担心模仿犯的发生 当局拒绝公布事件中的全部细节 洛杉矶县消防局表示 Rolling Hills地区发生了严重的山体滑坡 大量房屋倒塌 至少有12户家庭被迫疏散 据消防局称 当地的居民首先在一处房屋的结构中发现了裂缝 随后呼叫工作人员进行检测后发现损坏 已经蔓延到了邻近的住宅 南加州爱迪生公司紧急关闭了盖地区的电源 南加州天然气公司的工作人员也被召集到现场 确保没有天然气管道破裂的问题产生 Rolling Hills是洛杉矶著名的富人区之一 该市的总人口也只有2000人左右 一直以来都是以自然环境优美著称 市长布里特赫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该市正在与县机构和红十字会合作 为失去房屋的居民们提供支持 纽约州长霍楚今天表示 昨天纽约暴雨倾盆 部分地区的降雨量高达9英寸 山区也出现了一些山洪爆发 一名35岁的妇女未能及时避难 被大水卷入后死亡 纽约城县的行政长官诺伊豪斯表示 救援队在峡谷底部发现了女子的尸体 现在已经被带到法医办公室接受检验 这股风暴正在缓慢的席卷哈德逊河谷 官员们敦促居民保持安全 纽约东部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启动了洪水警告 霍楚也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气象学家将此称之为千年未见 汽车房屋都会被大水轻易带走 工作人员正在评估桥梁的受损情况 为可能出现的更多暴雨做好准备 这场风暴已经造成纽约州数千万美元的损失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 请继续锁定新闻